我瞎眼大過於生氣 對 就是這好像已經是一個 不太能講道理的狀況了 受邀參加8月20號 Burberry新品秀 沒想到網紅高萱 卻遭到Burberry員工工審說 高萱請你加油 來我們活動花零元 到底是不是螳螂有錢人呢 可能沒有我的尺寸 或者是沒有我需要的顏色 諸如此類的問題 所以我也無從消費起 事實上高萱當天 想中兩項新品 一個是雨靴 但沒有他的尺寸 這個紅色羊毛衫也不錯 但是他想要的是藍色的 也請Sales幫忙留意 但沒想到海背機螳螂有錢人 讓高萱氣的說 這就是Burberry的代客之道 時至今日都沒有 由總公司的人來跟我解釋 或者是道歉整個狀況 所以已經過了四天過去 所以我只好把事情鬧大 我是從來沒有自稱過 我是什麼有錢人 第二就是說 我其實有不有錢 跟我要不要購買 那其實是兩件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活動要這樣子綁定 我其實是不能理解 同一天的活動 也有另一個人不太開心 他說當天老公戒指 不慎掉在迎賓車上 當時有表示 如果找不到就不要麻煩了 但Burberry員工 也是以公審姿態說 客人戒指掉在VIP接送車 我還要來賓市車廠監督拆座椅 還好找到了 最後這個欠揍的笑臉 真心讓人全投硬了 我還要來賓市車廠監督拆座椅 我還要來賓市車廠監督拆座椅 我還要來賓市車廠監督